万万没有想到 小月月假唱竟然还能升级 半真半假是让小月月玩明白了 原以为小月月终于不是假唱了 没想到竟然跟观众玩起了36集 拍子是进去了 也是真唱 但把假唱放在了第二段 不得不说假唱是被小月月玩明白了 之前就因为在商演假唱时 说了一句谢谢 被孙老师无情地拆穿了 虽然是提前设计好的包袱 但小月月是真的进不去拍子 甚至商演假唱都能秒边大型翻车现场 从假唱翻车到被孙老师拆穿 再到把假唱放在了第二段 小月月将假唱开启了连续剧 甚至一次比一次高级 别的歌手假唱那妥妥的舞台事故 唯独小月月假唱被拆穿 反而让现场氛围更加热烈 毕竟都知道 小月月唱歌进不去拍子 进不去拍子也成了小月月的标签 每一次唱歌只要一加上伴奏 小月月就进不去拍子 就连正式录制的舞台小月月 都没能进去拍子 气得台下歌手一时无言以对 气得杀意都起身 要拿东西砸小月月 音乐总监更是暂停了录制 但这真的不能怪小月月 毕竟只要进去拍子了 小月月唱什么都非常好听 就连薛之谦都说小月月是个怪才 就连有些音乐人都唱不好的和声 小月月却能轻松拿捏 你可能是一个怪才 你唱不准该有点音 可是你唱和声很准 对 我告诉你用很多歌手都刺激唱和声 不会唱的 而且有的时候三度是五度 对 只能说是小月月轻唱时 绝对是最强王者 一旦有了伴奏嘴 可能就不是自己的了 就连薛之谦 为了教小月月进拍子 都差点被逼疯 我怎么能让你知道这个节拍 你快把你节拍是不是对的 愿光奔索 少日脱塞 你的所有的牌子都是对的呀 你记住到你的感受 自己啥的 三 二 难以忘记 初恋前 你是不是故意的跟我倒在 没有 真没有 你现在是有心的 我真的 天晋 我哪去 我让你的双手感觉 我看不下去了 咱们还不换个吗 我现在是想笑 我变不住 换了好几个乐器 就是卡不上拍子 估计薛之谦也纳闷 这些乐器 是跟小月月的嘴有仇吧 一同时出现 小月月就进不去拍子 都以为当初小月月 在元宵晚会上 那段主板书 可以打破进不去拍子的噩梦 而她能顺利唱下来 并且效果出奇的好 完全是要感谢 后面伴奏的老师 小月月在前面陶醉地唱 身后的快板老师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紧盯着小月月的节奏走 死死盯着小月月 随时调整节奏 直到演出结束 才长输一口气 只能说 小月月不愧是宠徒 师徒二人 一个霍霍周华健 一个逼风靴之谦 估计以后 再参加唱歌类的节目 要把小月月拉入黑名单了